这两天陆军官校办理了肯清会 所以很多陆生跟家人都见上面 当然陆军官校有释放出非常多感人的画面 当然就是拥抱哭泣笑声什么都有 我相信已经一个多月一个月 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女儿 很多家长都会觉得我把儿子女儿送进去 我一个月没看到他们 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右上角那几个字 挺拔的英姿家人的骄傲 每个家人都觉得我儿子女儿不一样了 每个家人都心里有那种憧憬 交给你部队没有问题 我儿子女儿交给你部队没有问题 我很放心 他们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熊啾啾气昂昂的人 但是如果是一些家长 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国军的相关动作要领的话 他可能就觉得我儿子女儿真的变厉害 你看那个动作 你看他扫兮力政 你看那个白手唱军歌 真的不一样了 那要真的不一样才可以啊 还是你不知道他哪里不一样 因为家人他又不知道动作要领 他今天要指证你也没办法指证 唯一第一个有印象的时候 你变黑了 头发变短了 那其他呢 他没有办法纠正你 他难道知道力政的动作要领吗 他难道知道扫兮的动作要领吗 他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身为陆武生的 在这一个月的训练过程中 是不是应该要把班长 教育我们的一些动作要领 表现给父母亲看 一定要嘛 你好不容易 这个跟家人已经一个月没见面 突然看到这样 是不是要表现出熊啾啾气 动作要领迅速确实的一面 要不要这样 一定要嘛 你妈妈你爸爸 已经一个月没看到你了 但是 你要表现出真正的国君的你 一切的动作要领 都要按照准则的规范来执行 这样才是符合这个专业军人 你所有动作都依据什么规定 什么出处 然后呢 你做出了这个动作 让人家觉得哇 真的很厉害 但是 我们看一下右上角的这个陆武生 我不知道这是学校啦 我也不想管啦 反正你就是在陆武教育 你所有人都一样 你分发的学校 只是当初你选钱的志愿不同 不代表每个人不需要经过陆武训 不代表国君的准则都不一样 国君的准则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你有没有把他领略 这个动作要领 那就看你自己啦 我们看一下右上角那一个人 他有什么尾思 他的动作有什么问题 这个可能是空军的 因为他的帽子上面白白的 这个可能是空军的 很厉害 空军分数应该很高 不过陆武生 没关系所有人都要经过陆武训 你陆武训所学的各个科目也都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陆武生 他的动作要领哪里有错误 他的手嘛 为什么 他的手养乌龟嘛 表示他的手没有并龙伸直嘛 他只是想做一个动作嘛 没有并龙伸直嘛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领略那个动作要领啊 他只是想要敬个礼啊 然后动作要领是错的啊 养乌龟啊 我们国军很多人养乌龟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不管军事官或士兵 他并龙伸直 他没办法做到 甚至你像我这样并龙伸直 对不对 并龙再加伸直 对不对 有些人拇指没有办法贴到食指的这一边哦 有的会变这样 拇指弯曲 有的会变这样 把这个拇指的前缘扣进去 我跟大家讲 国军有非常多的干部做不到我这个哦 我这个地步哦 平的哦 没有养乌龟哦 国军很多干部做不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能没有很用心的把这个动作做好 所以很多干部做不到哦 我不骗大家 大家有时间哦 听我这喜话 有时候看到军人经理给他看一下 很多人都做不到五指并龙伸直哦 像这个阿兵哥就是啊 像这个陆武生就是啊 他就没有办法五指并龙伸直 他还在养乌龟啊 我没有错怪他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请到今天 今天的中 这个青年日报 把这个图片放大 青年日报都有PDF档嘛 大家把这个图片放大 那我说的有没有错 他的手就是养乌龟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 你陆军官校给你一个月 最基本的立正扫西禁礼 这每天在做 你都还没有办法让所有的陆武生 对这些动作要理 刻画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还会做出错误的动作 我真的不知道是陆军官校 你的要求有问题 还是你的干部检查能力很差 每次这个陆武生在禁礼的时候 你也不纠正他 是不是 那就会这样啊 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实施基本教练的时候 都有分解动作 跟连续动作 那请问 你在实施禁礼的动作 要理说明以及操作的时候 你不会分解动作吗 对不对 右手前伸小臂内说嘛 对不对 那你不会第一个动作 就是禁礼 然后你就会检查他的动作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没有去纠正 检查纠正法是我们三段九法之一啊 我们军队消学法有三段跟九法 检查纠正法就是九法之一啊 那你是不是都没有用检查纠正法 不然为什么 最常执行的基本教练 地震扫西跟禁礼是最常做的 他的禁礼动作还是错的 那我就不知道你陆军官校在干屁啊 我不知道你陆军官校在干什么 我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陆军官校变那么烂 我真的没有办法认同 希望你不要再让我讲到 我每天在讲陆军官校 自己也觉得很惭愧啊 怎么会陆军官校这么烂 希望你真的教学方面用心一点 这是第一个 因为陆军官校有两则 我先第二则一起讲 我先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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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